Hello 沈望虎先生是對電腦聲音系統 可以說是先驅 完全是被供應對通訊科技工業有重大貢獻的新加坡企業 1955年出生的他 早在新加坡完成了中學教育之後 進入當地的二安工藝學院修讀 電機和電子工程專業文文 1981年沈望虎和朋友一起創辦了創新科技 創新技術技術 當時的業務很多都是 做維修 因為那個年代沒有太多人認識 還有是跟Apple加了儲存版的業務為主 但是這些就是講他當時是要創業的生活 改變生活 之後創新科技開始從事電腦改造 並專注改造一件事 只是一件事 就是聲音 是啊 有人創造改造 影場的效果 加快了影場 推一路推動 他就搞聲音 經過多年努力 在1989年 你要記住 1981年 去創業 1989年就有自己的音效卡 被命名為 當時的聲音 當時叫做 喂 殺盡 當年我告訴大家 喂 我們在香港拿貨 拿多少 就賣多少 未來 已經 已經賣光了 很厲害 後來台灣有一些便宜的 聲音卡出現 這項創舉不但改變了電腦 從沒有聲音變到有聲音 產品也都在美國 拿到空前成就 而公司並在1990年 事業就已經去到一個高峰期 1992年的夏天 創新科技就在美國 Leicester股票交易所上市 成為首加華爾街掛牌的新加坡公司 兩年之後公司回到新加坡 股票交易所再上市 股票高峰期 曾一度有六十元美金 沒有話要說的 那時候 你打個回合 能夠去到Nesda股市 我保證你已經是富豪了 我們那時候 寫很多提案給別人看的 其實把很多概念 跟這些VC講 很多都被人找路襯的 好了 1998年 他開始進行互聯網的業務 一年內投資了四十間公司 1999年 從新科技室 全球推出MPV 播放器 開始做這件事 而並將MPV引入到中國 你想想 MPV這些名字 現在都沒有人 沒有的了 為什麼 改變了 但是當年MPV 很厲害的 入了中國 你想想 多厲害 就是音樂 就是聲音 所以他對藝術界 怎麼會沒有relate 美國財富集資 在2001年 被選為亞洲最傑出 商業人士之一 在選之前 在中國獲獎無數 在中國 在自己新加坡本地來說 是最傑出的商人獎 並點名為本地的 新加坡本地的年輕企業 成為標竿 各樣東西 當時他只是45歲 並已經獲得了 新加坡最年輕的商業家 富豪來的 為什麼不是富豪 還是創新科技界的富豪明日之星 他曾經說過 從沒有失敗的概念 因為他不覺得失敗 聽他怎麼演繹 對於科技的革新 這名全球最大的非雜誠 音效卡的生產創辦人 從沒有失敗概念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過 在科技領域 是要不斷往前走的 不可以反過來走 再往前走 再放下 不行啊 頭一會兒 再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努力就可以了 一定有一天 你能夠到達 真的對的 好多公司的人都會說 做不做得到 現在的大哥 最後你不夠錢 不夠資源 你都還沒到目標 死了 但是他有 還有 他不斷去投資 都是做一件事 焦點 所以他的成就 可以這樣 還有 去到適當的時間 他又投資了一些 不同的情況 去將一些股票 變成兩隻基金 去投資 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未必是事業家 這個就重要了 多謝各位 繼續回來 我會繼續說 下一部份 多謝